事实上美国是世界上生物军事化活动最多最不透明的国家 如果不是美国2001年独家退出本已达成一致的谈判进程 并且至今独家反对重启谈判 这一机制本该早已建立起来 各国的生物活动包括实验室活动都可置于多边的监督核查之下 值得关注的是近期美国在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上一再鼓吹对中国实验室进行调查 这种美方在生物实验室核查问题上迄今坚持的立场是相悖的 既然美国此前声称生物领域的活动技术上不可核查 那么要求调查武汉实验室就纯粹是政治讹诈 反过来讲如果美国认为调查武汉实验室是可行的 就没有理由反对建立多边生物核查机制 更没有理由拒绝开放德特里克堡基地 和遍布全球的200多个生物实验室接受国际社会的调查 美方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表明 美方声称的所谓公开透明 不过是糊弄人的说辞 在溯源和建立生物武器多边核查机制方面 最不公开最不透明的正是美国自己 那么多가요 非常的 accommod判 我